那間廟的後面是一整座山 它是比較沒有經過開發的那種山 可是它還是有一點小路 一個步道這樣 對對對類似步道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就有一種異樣眼光 這種感覺 我頭一轉過去有一個男生 他是這樣子橫躺在那個十階梯上面 我一轉過去他剛好跟我對到臉 他是這樣對我笑了一下 我就被他嚇到了 我嚇到之後我就拔腿就跑了 哈囉大家歡迎回來 那今天非常開心來到我們 爐竹無疾聖元宮來拍攝我們宮廟故事啦 那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公主 雅清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在這邊想要先詢問一下我們雅清 就是說為什麼會成立我們這一間宮廟 因為從小就有人跟我講說 我要開宮啊 我有什麼指令啊 天生的很大之類的 然後當然是不幸 有一天我就講 如果說真的要我開宮辦事的話 那不然你玉皇大帝來託夢 講的那一天真的就夢到了 但是不是夢到像我們現在這樣有金聲的樣子 就是古時候啊那種 呃類似令牌那一種 而且是銀牌喔 還不是像現在有金牌 然後我就夢到有中間大的 然後第二個跟第三個 那我夢到的時候呢 我已經把他們就是 就是有點類似這樣捧在手上 然後呢再讓 再請到神桌上這樣 起床之後呢 那就是跟我們總幹事 對我先生嘛 然後我就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 有特地去一趟宜蘭 慶雲宮 大離天宮廟 然後去跟那邊的 金面天宮 去寶貝 直交去證實這件事情 然後是連續十二個行貝 我才去接受 我要開宮這件事情 可是 就是說通常開宮一定要有一個 可能是特殊體質 還是怎麼樣 你是本來就有特殊體質 對 因為我從五歲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 就是老人家嘛 欸如果說小朋友不舒服啊 難帶啊什麼的 然後就會比較常跑一些宮廟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常常跑宮廟的原因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五歲的時候 我就自己跑到人家神明那種身桌底下 然後就坐在那邊就靜坐 是真的就坐在那邊就不動 然後一個時間會自己 自己醒來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從五歲一路坐到我 二十一歲 就真的沒有停過 一路坐到二十一歲 然後在我十七歲那一年 我們 常常去的那一間宮廟 它是拜寄工師傅 當時寄工師傅跟我講說 我未來要做機身 那現在時間還沒到 我十七歲的時候他這樣跟我講 那以前還小啊 就當然不會把這種事情 耳天佛 放在...對啊 當然不會把這件事情 把它當成是真的啊 那就是從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可能未來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是到了二十六歲的時候 就其實也遇到很多事情 身邊越來越多的人 會一直不斷的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以至於到後面自己做夢了 然後又去拔筊了 又連拔這麼多行筊 後來才想說 好啦那如果真的要我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接受 對 那我剛剛就是有詢問你 你是不是有體質 那你的體質是屬於哪一種 因為我目前聽到的體質有分很多種 有的人可能聞得到 有的人聽得到 但有的人是看得到 然後還是什麼的之類的 如果是這方面的話 我是小的時候 很小很小就是 差不多也是五歲啊 那個當時我是看得到眾生的 眾生就是阿彪嘛 我是看得到的 然後印象最深刻就是 最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是那時候我們雪碎 剛剛劍完成 然後就會很多人就是會去花林啦 對啊 然後那就會塞車嘛 那就是因為在塞車的時候 車輛是禁止的 一定不會有人下車 雪的隊在洞穴裡面是不會有人下車 但是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長頭髮 白衣飄飄 然後面無表情 就行走在車跟車之間 然後我就一路這樣看一看 看大家走過去 我就跟我爸媽講說 欸爸爸媽媽好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這樣 在外面這樣子走 我爸媽都不理我 然後回去隔兩天 我爸媽就帶我去收金了 所以他們是知道這件事 對對對我爸媽是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可能沒有太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因為老人家都說 欸可能幾歲幾歲之前 小朋友很容易看到是嗎 他們可能想說 度過這個時期 彎了之後就看不到 那就是你從小時候到現在啊 就是你看的眾生 有沒有拿幾件事情讓你比較印象深刻 可能比較可怕還是怎麼樣 有欸 我先講最可怕的 好 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 在我20歲那一年 因為我們家附近 有一間 像中永廟那種 就是以前的將軍啊 可能他們在這邊打仗去世 這邊的地方人士呢 為了要紀念他們 就幫他比如說蓋一間廟 然後要供奉他這樣 那他旁邊有一間廁所 我當時20歲 我朋友就跟我約在那邊見面 啊因為想上廁所嘛 他就跟我說那邊有廁所 我就去啊 我才剛看到廁所的門 我就看到有一雙腳這樣 登!這樣掉下來 然後這樣一直晃 那你因為看久了 其實也習慣這種事情發生 啊我還是很尿急啊 我想上廁所啊 我就變成就有點側面 他這樣子我側面 然後我就繞過他這樣 然後趕快解決然後出來 你看到這個不可怕 就是他出來的時候 那間廟的後面是一整座山 他是比較沒有經過開發的那種山 可是他還是有一點小路 一個步道這樣 對對對類似步道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像就有一種異樣眼光啊 這種感覺 我頭一轉過去 有一個男生 他是這樣子橫躺 在那個10階梯上面 我一轉過去 他剛好跟我對到眼 他是這樣對我笑了一下 我就被他嚇到了 我嚇到之後我就拔腿就跑了 好可怕啊 因為通常就是各位啊 如果說你有靈異體質的 讓我沒有營養眼這種事情 就是你都知道嘛 就可能 你盡量不要跟他對到眼啊 或者是說盡量不要讓他知道你 看得到他等等的 但是當下就真的是剛好對到眼 然後他知道你看到他了 他就這樣 被你笑了一下 那個是我這麼多年以來 唯一覺得很可怕 最難忘 對最難忘的一件事情 因為那次我真的有嚇到 我覺得好可怕喔 真的很可怕 而且那次我在晚上 是晚上 是晚上 不是早上是晚上 唉唷 聽到我都起皮革搭 明其妙對人家笑 好啊 那還有就是別的事情嗎 就是可能也讓你比較印象深刻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我小時候 應該也大概小四小五的那個年紀 就是週末嘛 可能就要跟家人去逛夜市等等 然後我們就經過一間巷子裡面的房子 我就聽到一段聲音 嗯 砰 砰 砰 然後我想說到底是 又沒有放煙火 在放煙火 不是煙火的那種 咻的那種聲音 不是我就一直在找什麼聲音 然後我就往某一個地方看 就比較裡面的一間房子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從頂樓 咻砰 然後下去之後 她一個姿勢 然後她自己默默的就這樣爬起來 面無表情 然後再走進去她原本的房子裡面 一段時間她又出現在頂樓 她又再重複一樣的動作 她就一直這樣 她就是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砰 然後再起來 再上去就砰 然後再起來 再上去這樣 就一直重複 那重複多久我不知道啦 後來就是逛夜市 對 但也是蠻可怕的 她的樣子是 她的樣子 血肉模糊那種 對 就是她走掉走的樣 就是你知道就是那個 好了好了 對 她也太過血肉模糊了 那就是 你剛剛前面有講到嘛 就是當你今天看到對方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對到眼 她知道你看得到她 就是他們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就可能她會跑到你面前 還是說 可能是真的有事情要來求助於你 就這麼多年以來啊 遇到絕大部分都是 希望你幫她 就是眾生啊 真錢她是人啊 所以她也會有所謂的執念啊 怨念啊 還是說她有任何的一些 未完成的事情 一定很多嘛 所以才會造成後面的遺憾 那她在走掉之後呢 她就沒有辦法去做 她想要去做的事情 然後才會去委託 可能看得到她的人 尋求幫助 或者是比較常跑宮廟的人等等 絕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他們會不會就是 可能看到你之後就會跟著你 會有這樣問題嗎 會耶會耶 也是國小的時候 因為看到太多了 然後你就會分不清楚 她是跟著你 還是她只是出現在你的周遭 然後那一陣子就是 我就真的是差點就 會被車撞就走掉這樣 因為那時候是真的不知道 因為身邊太多了 因為你長期在 看到眾生的狀況下 你會真的會不知道 她到底是跟著你 還是只是出現在你的周遭 然後那一陣子我都是 固定時間喔 下午三點我就會起床 會一直到隔天早上的七點 積提了我才睡 我連續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我都是這樣的生活作息 即使你知道你生活作息不行 對 你想要調整 你九點躺下去 你還是一樣到早上七點再睡 那時候因為我爸爸就想說 啊你放暑假啊 他不會管我啊 我爸爸那時候就這樣啊 因為 就生活很簡單 我也不會跑出去啊 所以他們就覺得他隨便了 然後是有一天 我跟我的同學約說 欸我們回去我們的母校 找老師好了 我又走在路上 有一個阿公喔 那七十幾塊八十吧 就騎著他的小噗噗噗噗噗噗噗 在我旁邊停下來 妹妹你要去拜拜喔 你後面跟著那個男生 這樣很不好 你要去拜拜 去處理掉 不然你就血光之災喔 他突然這樣子 就很激動 被嚇到 我遇到神經病 我就拔腿就跑 可是 我還是會把這件事情 記在心裡面 因為我看到了 我看得到 我還是會覺得 欸如果他講的是真的怎麼辦 回家之後 我就把這件事情跟我媽講 我媽很意外的很淡定 我媽聽到就說喔好 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她也沒有跟我講什麼 後來隔兩天 我的生活周期 就突然間變得很正常 晚上十點多 十一點我就睡覺了 然後大概兩個月過後 我媽跟我講說 我在跟他講的隔一天 他有去 去哪間公廟拜拜 不知道 我人沒有去 他沒有帶我去 是他自己去 可能類似像給 生辰八字之類的 然後 當時的公廟人員跟他講說 有一個男生 長期都跟在我的身邊 我有一次差點就走了 然後我媽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講說 對有一天晚上 我們家對面就是書局 就是真的就是 一條馬路而已 緩短的這樣 差不多不到100公里 對就這樣 你只是過去就到了 然後那天晚上 我明明就沒有車 因為已經十點了 對 我們那天的馬路很直 確定沒有車 而且我是用跑的過馬路 在我過了 快要到我家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台小發財車 出現在我的旁邊 就我們這樣的距離 他差點就撞到我了 而且是撞到我這一隻腳 他車速是那種咻的那一種 真的很快 所以你在這種車速 即使你只是撞到一隻腳 你可能也會翻 那時候真的是差一點 他沒有撞到我 他車過去對不對 有一個男生頭就這樣 這樣掉出來 這樣看著我 我媽跟我講說 人家廟發人員跟他講說 有一個男生長期跟著我 我就跟我媽講這件事情 的確是男生沒有錯 所以他是想要 帶你走是這樣子 但在那個期間 如果說神明沒有保佑我的話 真的就走了 而且那一天很巧的是 那天晚上 我跟我媽原計畫是要到我們 常常去的那間公廟拜拜 可是那間公廟的公主 去靜香 所以沒有人在那裡 我們就沒有拜成 但是還是有到那間公廟去 裡面還是有神明嗎 回來當天晚上才發生 他一點出車或這件事情 幸好有保佑 對對對對對 也是很難忘的一次 那在這邊想要問一下 就是我們雅慶 你目前開工辦事到現在 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事情 對於你來說會比較難忘一點 難忘喔 其實蠻多的耶 有沒有近期的 近期喔 近期的話有啦 就是辦英室 我們七月份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一個姓仲 他其實已經在我們這邊結緣很久 我們認識一年了 然後呢 他就有一天突然跟我講說 他老公的右腳 突然間腫瘤又長出來 而且很大一個 那在去年同一個月份 他就已經處理過一次 也開過一次刀了 當時我有跟他說過 就是祖先方面就有一些問題 那要怎麼樣做處理 我都有跟他說 但是因為信仰這種東西 我們不能去勉強 對不對 他講完之後隔一年就是今年 同一個月份 他老婆又聯繫我說 他老公就是又長腫瘤 同一隻腳 而且他說他老公原本先扭到 後來去醫院檢查 變成骨折 打完石膏 打完一個月 腫瘤直接長出來 而且他那個腫瘤 是每個月都有回 醫院定期最終的 所以基本上 你要一下長到這麼大 不太可能 對 然後他就說 啊拆完石膏 就突然長得大一個 變成要緊急開刀 對 那他開刀的時候 有些問我說 欸他開刀 這樣可以嗎 我有跟他講說 就是怎麼樣 OK 但是他在開刀完住院的當天 他老婆轉述給我聽是說 他老公在住院的時候 一直很躁 很躁動 對很躁動 一直跟他講說 他左邊有一個 右邊有一個 然後又有一個 一直去咬他 摸傷的那隻腳 一直不讓他睡覺 不讓他休息 然後他老婆就覺得 在講什麼 那好奇怪 回到家之後呢 更奇怪 就整個變一個人 他老公平常話不多 頂多下班回家 可能就喝個小酒 然後就睡覺 但是他從出院過後 回家話很多 是多到那 他老婆去上班 明明家裡就沒有人 他岳母啦 只是出門 要去買那個早餐 還沒有回來喔 他老公就一直打電話給他老婆說 你們去哪裡 為什麼家裡這麼多人 你們帶那麼多人回家幹嘛 帶那麼多人回家來找我幹嘛 他老婆就說 我在上班啊 媽媽不是說他要去買早餐 他回來了嗎 媽媽也沒回來啊 可是就是有很多人啊 你們一定有找很多人回來 不然怎麼會這麼多人來家裡 找我 然後也會一直說 他聽到聲音 小孩子的聲音也有 女生的聲音也有 一直要叫他出門 然後他老婆說 有點精神崩潰了這樣 然後就是 半個月過後才來找我 半個月 也很厲害耶 忍很久耶 對啊 半個月過來找我 然後他帶他老公來 我一看我就說 你老公這麼嚴重了 怎麼現在才來找我 後來他來兩次 我幫他處理過後 現在是已經好了 也沒有所謂的 很躁動啊 還是說精神哪裡不好 但是他的腳 是唯一沒有辦法做處理 因為那是祖先的問題 有一句話就清官難斷家務事 我們神明是沒有辦法 直接插手 去處理任何祖先的事情 因為祖先是你的家人 只能用溝通的 所以像可能祖先這方面的問題 就只能慢慢來這樣子 對對對 通常都是用講和的方式 不會去太硬性 像比如說你如果你是卡到陰啊 如果他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 可能就會用比較硬的方式 不然我相信 大家應該都是用溝通的方式 比較條件交換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啦 那祖先的話更是這樣子啦 好了解 好在這邊 謝謝我們公主幫我們介紹 感謝